清明廉假期间 华联涌入了观光人潮 不管是餐饮业还是甜点 伴手里都能看到满满人潮 但也因此遭到了窃贼盯上 5号上午10点多左右 华联市一名下姓男子 因为缺钱花用 竟然直接破坏知名甜点店的大门入内行窃 而店家损失总计超过4万元 索性警方在短短6小时内 就掌握了嫌犯的身份 迅速歹人 徒手撬开收银机 窃贼拿走现金1万多元 还把店家点餐用的平板电脑一并带走 华联这家隐身在巷弄中 在网路上超夯的甜甜小店 4月5日清明节廉假最后一天 遭到窃贼入侵 那个这样子的话损失了些什么东西 牌 金钱 然后还有锁 门 钱柜 还有机器单机 平板 我像你唯一能卖银也是只有带红索文 其他都没办法 因为有些东西被他碰过 他们还在收台质问 对对对对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还是找我 好 谢谢 不会不会不好意思 他就没办法开箱 你鼓励吗 营业店面遭入侵不仅门 锁 收银机都被破坏 营业用的接单机跟平板电脑也都被窃贼拿走 导致店家无法营业 警方货报立刻掉约接日器 随即巡线找到投诉在附近旅舍 呼呼大碎的下信窃嫌 被逮的下信窃嫌向警方表示 因为跟老婆吵架 离家的时候没有带钱 才会临时起义下手行窃 警方证据后依窃盗及回损罪嫌 韩寿花莲地检署宣伴 记得综合报道